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 Lina面對面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嘉賓是 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主席 余浩強 余生 你好 你好 武漢封城這個紀錄片12月30號在全球供應 我們想知道一下具體的供應方式 是網上還是在戲院裡看 然後想知道武漢封城這部紀錄片 想帶出什麼樣的信息 武漢封城這個紀錄片 從昨天開始在全世界各地 同時供應在美國 日本 臺灣 歐洲在德國 荷蘭 英國 包括日本 在這國家地區 我們同時供應 這些供應都是各地的朋友他們自願去幫他們去 放映 不是在戲院上映 是嗎? 戲院的話 其實是我們 因為有些地方是戲院 我們在加拿大這邊 我們就是在一個市政圖書館 中心圖書館 他們專門的一個放映室 有些地方是戲院上映 有的地方就是說 像你們中國民主黨參與 或者是一些其他團體部門參與 他們組織一些放映會 對 組織一些放映會 對 他們是以購票的方式去看嗎? 這個 其實這個紀錄片呢 它是 我們是沒有版權的 我們是放映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歡迎任何人去傳播 網上也可以看到嗎? 網上的話呢 他們正在製作一個比較短的一個片 才可以看到的了 明天起他們就會放到網上去 這個整片實際長度多少 多長時間? 長度是一個小時 大概50分鐘吧 那還蠻長的一個紀錄片 對 蠻長的一個紀錄片 它其實是記錄了 因為參與這個設置 包括一些被訪問的人士呢 都是生活在武漢 就在2019年開始 在武漢分共期間呢 生活在內的武漢人 受害者 是嗎? 他們有受害者 包括甚至就是想了解真相 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人吧 一種是武漢當地的受害者 還有一種呢 就是當武漢這個事件出現之後呢 很多一些公民記者到武漢去 企圖去了解這種真相 把這種真相傳播出來的 他們這些人 主要是這些人構成了整個紀錄片 主要是對這些人的訪問 以及他們的事蹟 構成了整個整個紀錄片的內容 所以我想講一下 比較關鍵的 這個紀錄片呢 其實是國內的朋友 他們自己在做這個紀錄片 但是呢 很不幸 當他們做完紀錄片的話呢 他們就被中共的政府呢 去跟蹤 監視 恐嚇 以至於他們不可能在國內呢 完成這個紀錄片和 供應這種紀錄片 只是他們很多人呢 有一部分人呢 他們可能到了海外 他把這種紀錄片再帶出來 那當然在我們協助之下呢 他最後呢 就是最後呢 在12月30號 這個比較有紀念的日子啊 因為這一天呢 是 李文亮 李文亮先生呢 他第一個發聲 就是說呢 在向外界傳播這個 人傳人 這個瘟疫的 人傳人真相的時候呢 這個是他第一天 吹哨 他作為吹哨人 對 讓外界那個 試圖傳播這個真相呢 這是第一天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Documentary呢 這個紀錄片放這一天供應 我們其實也是要被紀念 像李文亮這樣的普通的中國人啊 他們出一種良知 他們去傳播一種真相 我們都知道李文亮先生呢 他呢 後來呢 受到了訓誡 而且呢 他也因為 作為醫生呢 他在感染了這種疾病 後來在兩月 二月份呢 他呢 就不幸 離世了 對 不幸離世了 這一點呢 其實是個 更一個比較滑稽呢 就是說呢 因為後面呢 這個Documentary後面的話呢 他專門有一個朋友呢 他去訪問這個李文亮在武漢的那個墓地啊 當他去了墓地以後呢 當他去了墓地以後呢 他被當為烈士 藏在了一個 他們那個國家呢 管理的一個 就是所謂 烈士的墓園 作為共產黨 藏在那個烈士的墓園 但實際上呢 他所做的整個的事情呢 是被共產黨的體制在懲罰的 即使他最後 在病床上那一差呢 還在被警告 不准去傳播這個事 不准傳播這個事 但實際上來講呢 死後呢 反而被作為烈士 但是呢 很不幸 就是我們那個朋友呢 他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呢 墓碑上並沒有家人的名字 也沒有家人 有那種一般來講墓園的話 家人會寄託愛死 在墓碑上寫上自己的話 對吧 那李文亮來講 那李文亮來講的話呢 他的墓碑上呢 沒有任何家人的痕跡 那就是被 就是被 就是他像 很不幸 就是像那個董存日一樣 像那個黃继光一樣這樣的人 對吧 最後他們變成了烈士 這讓我想起來 前段是不久啊 那個 在東北 那個中國呢 就是他把那個 他不是贏回了從朝鮮 把那個支援軍的遺骨啊 或者遺骨吧 贏回了這個中國 他用很大的一個儀式 整個權勢分成 組織這些民眾 在路邊呢 去 去觀看 好像來講的話 整個社會 對這種烈士 對這種犧牲呢 因戰爭 或者是因為這個瘟疫 包括像李文亮的犧牲的話 好像是很看重 很看重 但其實來講的話 對我們這些華人 就是說 就思維比較正常的人 我可以說 我們從 來到了加拿大 來到了自由社會 經過了十年 二十年代 人才恢復正常 才用正常的思維去思考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對吧 很多人可能為這種東西激動 你比方說為這個 70年後 對吧 他又把這個烈士的國營灰 這個中國去激動 但是 網上大家普遍 包括我自己也問一句話 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一個政黨 他對現在活著的人 他都不在意的 他不會照顧他們的 不會在意他們生和死的 他們生活的 對吧 他們用這麼大的儀式去迎回這種死人 他們是真正在乎這死人嗎 他連活人都不在意的人 他怎麼會去在意一種死人呢 所以 這是一個很荒唐 很荒謬的一個 在我們現實社會中 在我們文明已經發展到現在這種社會來的 這是個很荒謬的現象 當我們用一種常識 或者一種邏輯去思考 中國所發生的一些事 我們就會覺得呢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國度 嗯 你查啊 包括現在 剛才我還看的視頻 習近平在新年祝辭吧 他在講呢 就是說 啊 我很關心這個 我知道很多人在下崗 很多人在失業 很多人生活很困難 他說呢 我們要守望相助 我知道你們的頭 他知道 他知道的話呢 你怎麼會呢 你想像一種鏡頭吧 習近平到一個城市訪問 去清空那個城市 對吧 去杭州 杭州整個清空 去任何一個城市都是這樣的 那種人 他能體會到普通人的痛苦嗎 你可以告訴我們 就像我們有一種很正常的思維 對吧 就包括我們的 比方說我們的總理 他呢 如果是來到加拿大 多倫多 他也把所有多多的人都趕出去 你不能在這住 然後呢 他在電視上會告訴我 我體會你們這些人的痛苦 你覺得可能嗎 那你們不覺得這是一個很現實 很荒謬 很荒謬的國度嗎 對吧 很不幸 在中國很多人相信這一點 甚至呢 很不幸 很不幸呢 我發現呢 就是很多逃離中國的普通人來到加拿大以後呢 他們也在相信這一點 他們也在讚美這一點 所以呢 其實來講的話呢 我們都知道 因為 這點我講了點離題了 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為什麼去願意呢 就是說 一大幫朋友願意去利用業餘的事件 作為一種志願者 去幫助這些幫助國內朋友呢 去推廣這些東西 去推廣這些這個紀錄片 其實我們深深地意識到 就是說呢 這個世界真的很小 中國人發生的災難 有些災難呢 可能對我們沒有影響 但是有些災難呢 會造成對整個世界 包括對我們的生活 都有很大的衝擊 包括對我個人來講的話呢 在21年的話呢 因為Call我呢 就說呢 我在院裡住了三個月 就在那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有一個月在ICU 所以的話就按照家人講的話 我基本上就 醫院呢 也告訴我 就是說 有幾次都告訴家人 就是說 有可能要拔我的那種 那種肺管 那種氣管啊 那拔了就意味著死去嘛 對吧 所以的話就是說呢 每當我想起這些事的話呢 我就知道了 就是說 我們不要認為 就是作為我們加拿大人 我們西方人 所以我們來到 已經逃離了 就是中國這種專制社會的呢 這種極端專制社會的 這種普通人來講啊 不要以為習近平 他要去實踐他的理想 他要去打台灣 比方說打台灣這個事 對我們來講呢 這是在發生台灣的事 這可能是發生台灣人和大陸人之間的事 但是他所帶的那種各種各樣的那種影響 這種影響 這種災難 會不會擴展成成為我們這個社會 包括我們加拿大人 我們已經生活在自由的華人 我們這個自由的華人 這種災難的話呢 大家看看這個瘟疫 看看這個武漢肺炎 看看武漢分控這些人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災難一定一定 我們要相信自然 我相信信神的朋友也好 包括如果不信神的 無神論也好的話 你要相信自然 他所背後的那種自然的威力啊 人類是無法抗拒的 自然的規律 這種因果相報啊 人類是無法抗拒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憑我們自己的人呢 要活的呢 憑自己的良心 憑自己的一種本身來源於自己嘗試一種邏輯 對這個世界的判斷去思考問題 所以的話呢 我很感謝 我其實來講的話 對這些朋友啊 其實很多朋友呢 他們已經逃到 就是做製作這個基督片的很多朋友呢 其實他們已經逃到海外了 包括有些人在加拿大 也在歐洲 但是呢 雖然說他們身體安全嘛 他們內心十分的不安全 他們本身呢 家人呢 還有他們自己呢 還在照受 就是來自中國共產黨 就是中國政府 對他們的威脅 對他們的壓力 其實我認為呢 就我個人認為 他們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呢 完全處於一種恐懼 或者是一種不正常 就是不正常的一種狀態 我看到他這個紀錄片製作的團隊 然後包括一些中國的民營的企業家 還有導演作家 攝影師 還有音樂製作人 這是我看媒體報導的 然後他們都是一批志願者 那就聽你剛才講的是他們在國內就開始製作了這個影片 但是出於安全的考量 或者是來自中國方面的威脅 恐嚇 然後他們走出來了 我想知道 他們全部都能安全的離開了中國嗎 有一部分人還在坐牢 那有一部分人呢 可能就是因為受了威脅 他們就不再發生了 那部紀錄片被抓 對 他生活在國內的一些朋友 哪怕其實來到自由世界的朋友呢 就我自己看他們的一種心靈 心聲 有些親人去世了 對吧 還有一些自己本身來講的話呢 那種心聲都 中共的恐懼還沒有消除是嗎 其實我認為他們是消除了 但是人的精神它是一種 如果按照西方來講的話 這都是一種可能一種病 一種抑鬱或者什麼東西 它需要一種時間去慢慢去 創傷後癡症 類似這種 它需要一段時間去慢慢去療傷 包括我自己 因為我對他們很理解 為什麼理解呢 因為我是因為89年去坐牢嘛 那時候 對吧 那坐完牢以後 逃出來之後呢 我認為我整個那個 這個精神狀態 就變成一種比較正常思維 像加拿大這麼樣的 不恐懼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剛到加拿大 我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 都是說呢 到一個任何地方 我要去觀察 要看看哪些人對我有危險 我找到哪一個位置呢 我覺得最安全 我可以隨時逃生的地方 但是呢 這種狀態的話 我認為是用了十幾年 二十年 都 人呢 思維呢 才變得正常 就是慢慢的 當真正得到自由的話呢 到了現在 其實到現在的話 實質來講的話 我在夢中的話呢 還是在想起 就是我在逃亡 在去被追捕 在坐牢 甚至被重新抓了 經常會在夢境裡出現這種事 當然現在是越來越少 但這個東西還是經常會出現的 特別當中國發生了一個 比較重大的事件 對我來講的話 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呢 往往這段時間呢 我可能在夢境中呢 就會出現呢 這種以前在逃亡啊 或者在被抓去坐牢啊 等等這些東西 都會經常會出現的 所以呢 當然呢 它可能對我正常的生活呢 影響是越來越小 但實際上來講的話 這種記憶的話 很難像個電腦一樣的 馬上給你消除 它永遠永遠都伴隨著你一生 知道 那個這部紀錄片裡面 記錄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人物 嗯 說楊敏還有張海 我看了一個 我看了這個電影的介紹 對 這部影片想表達 它就是說 它是武漢封城期間的一個素影 就是代表千千萬有千千萬萬個揚民 張海 類似他們的經歷是嗎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一個社會啊 像中國這種社會 發生這麼大的事 包括現在就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件 成千上萬的人 他們在沉默 可能大多百分九十九的人沉默 那有百分之一的人去到街上去表達的話呢 都很不錯了 真正能站出來面對媒體去真正的去表達的話呢 這是萬分之一都沒有啊 這是很少很少的吧 所以呢 當我們不要認為呢 哦 武漢呢 就這麼幾個人才講話 這麼幾個講話 它的背後背後那種災難呢 一定是十倍百倍的 因為包括我們自己在有個經驗 就是當我們知道國內出現了信息 哪裡出了問題 對吧 出現了不幸的事件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把它乘以十 或乘以一百 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它背後來講的話呢 它那種災難呢 對吧 很多人它沉默 包括那個其中有一個導演叫常凱吧 是吧 它整個家 它的夫妻兩個 包括它的父母 甚至它的姐姐 整個家都滅門了 對吧 像是COVID-19 對 所以你像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怎麼可能呢 在中國你比方說 我就想問一下 對吧 我們都知道在三年分控期間呢 那時候網路上有很多消息 包括中國政府在公佈的 怎麼去分控 怎麼去 當它分控做一種成績 去宣傳的時候呢 有很多這些資料 我們現在在去搜尋 還見得到 見不到 但是關鍵是 它這個期間呢 不允許去媒體報道 我記得在封控期間 有一些公民記者也有跑過去 但是他們都被禁聲 或者是被抓捕了 嗯 這些事件來講的話呢 這些事件來講的話呢 其實來講的話呢 是很正常的中國 這是一種常態 像那個陳秋實啊 對吧 他們 其實武漢是很大一個城市 是一個 那你比方說 這麼大的事情過去了以後呢 這麼多人死去 有多少人死去 包括死去的 死亡的人數有多少呢 這永遠都是個謎 對吧 對 那個官方公佈的是2531人 但是 對民間也是不相信 那我就看媒體的報道 說最近有一學界的人士披露呢 實際死亡的人數 就武漢呢 就有20到30萬 嗯 因為這是 這種情況來講的話呢 其實你用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 在中國它那個 它那種 那種健康的 保健的那種條件呢 比起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就作為香港吧 對吧 你以香港去比較的話呢 它那邊的那種 衛生啊 就是那種保健啊 醫療啊 各種情況都不如香港 你去按香港的比例去做 去計算的話呢 就很容易解決這個數字 我不相信 就是說武漢人的身體健康呢 就會比武漢 那個香港人好很多啊 有很大的不同 嗯 但這個來講的話呢 其實 那當然很多人去 在人數上去 跟你去爭吵 比方說在網絡上 哦 哦 幾千人就是多 就像我李懿一樣的 對吧 還會告訴你 嗯 那這些人 以中國這麼大的人口來算 等於是沒死人呢 對吧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認為呢 他都去辯論這個數字 去追求數字增降呢 很多時候呢 反而忽略了 對吧 製造這種 這個災難的原因 究竟是 究竟是 什麼原因 什麼人 導致了這種災難 在全全世界的蔓延 本來是一個普通的一個 呃 就一種瘟疫也好啊 一種疾病 傳染病也好 就像SARS一樣的 對吧 當 我們知道SARS 也是很 傳染性很強的那種疾病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呢 在當時那個 當時那個政府呢 他們至少 稍微理性一點 去處理這些事 把他當成一種疾病 去處理這些事 那 他所造成的這種災難呢 和 把這種疾病呢 當成一種政治事件 去考慮的時候呢 他所成 他他所造的這種人為的災難呢 那是不可比拟的 對吧 所以中國呢 我們看到 所謂人為的災難呢 一定是跟人有關的 那我們看到了很不幸 我們看到了現在這個政府 現在這個 中國的這個管理 這種精英吧 包括習近平吧 對吧 他們那種治國那種思維呢 他們那種 這種方式呢 其實呢 就是災難的一種知道 這包括 習近平他在 這個 在講話 他說我知道了這種困難 你們的困難 其實來講的話 他要知道 他難道不知道 嗯 這種災難呢 是因為他在治理國家中 有些理念呢 不去開放 不去理性 去治理這個國家 所造成的嗎 對吧 我呢 這一點的話 作為個人來講的話 我相信呢 習近平是個人 第二呢 他有普通人的那種七窮六獄啊 他也希望 他在 現在也好 在未來也好呢 對中國民主呢 包括中國的國家呢 嗯 向好的地方發展對吧 包括呢 想在青史上流民吧 這是我自己的一種感受啊 但是呢 其實呢 我想作為一個人嘛 其實來講很容易呀 你想青史流民很容易呀 給中國 還給中國人民的人權 還給他們的一個民主 讓大家都很自由的生活 對不對 你就是 在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啊 對吧 不單單是中國 在整個世界歷史上 都是最偉大的人物啊 對吧 他怎麼可能認為去打台灣 把台灣統一了 他就最偉大了 這是很荒謬的那種思考邏輯啊 對吧 是吧 所以我就 當然呢 網上有些人說 習近平的精神有些不正常 因為我們也見不到他這個人 對吧 是吧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甚至我們都會相信 習近平這個人呢 確實精神有點不正常 嗯 對吧 所以 所以呢 就是說呢 這個世界來講的話 改變來講的話呢 其實是很容易的 我們都激烈的想台灣 蔣經國時代 對吧 李登輝是在 整個台灣的社會 很平和的 從一個 一個 一個專制的一種社會呢 轉向一個民主社會 我 因為我們生活在海外 你包括生活在海外 在華人 我們都知道 中國人呢 他是不笨的 中國人是勤勉的 中國人是善良的 他們來到了海外 你看 他們很容易很容易 接受這邊的價值 用這邊的方式去生活 成為一種文明的西方人 對吧 但是我們這些中國人 跟生活在中國 我認為沒有區別的 只是我們這些人比較信 我們來到這裡 但是 如果有一天呢 你習近平 對吧 你現在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 你最能改變中國命運的人 你把中國人的人權 只要還給他 你就是這個歷史上 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所以的話呢 很不幸我就看到了 習近平他把他的父親 那麼大的一個靈圓 放在那裡 對吧 你要知道習近平啊 哪一天你死去了 你的父親的靈圓 那個雕像在那 會被人砸了 對吧 你的家族 在世界上任何個角落 都要躲著去做人的 你的後代 是吧 你的名字是個罵名 你要知道 如果你能去轉變 對吧 像蔣經國晚年那樣 突然的呀 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開始把整個的台灣 向著民主社會過渡 如果你在你的 餘下來的幾十年啊 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呢 我相信呢 你父親的領目呢 會存下去的 每個人都會去紀念你 也會紀念你的父親 對吧 你如果能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了 你就是個偉大的人 不過我個人呢 當然了 在之前呢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 都會製造一些錯誤 我希望呢 你在真真實實的在 之前的這個經濟災難上 外交災難啊 包括這個瘟疫災難上的 能看到一些東西 能看到一些 人應該真正的怎麼活 對吧 怎麼活 才能流民進食 那我看到這一條影片 在幾個地方同步上映 加拿大呀 美國紐約這邊有 還有台灣那邊 然後我看到呢 就是這一次主要是 對話中國智庫的所長 是不是 就是 王丹 對 王丹他在 在那個 作為總書 在台灣 是不是目前 對 也是同步放映吧 都是12月30日 那我看就是 有不少的媒體呢 對 他們有就到現場去 觀看了這部影片 是不是 去希望會 然後 有不少人也採訪了一些 到場觀看影片的一些 觀眾 還有包括王丹 那王丹呢 就是在接受 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 他就是說 其實呢 仇派武漢封城紀錄片的初衷呢 是為了留住歷史的證據 還給受難者應有的尊重 因為三年多來 中共當局想盡辦法 抹散武漢封城的歷史記憶 他說呢 他也是講說這件事也是彰顯 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那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數據 那所謂在中國 它是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 那在封控期間呢 中共就武漢封控期間 中共宣傳系統呢 至少發出了131條宣傳指令 審查的系統呢 至少要刪除44篇的報導 媒體的報導 還有229篇自媒體的報導 然後造成至少638起的文字譽 那包括你剛才講到了陳秋實 還有另外一個記者 他應該是央 之前是央視的記者吧 一個病 我忘了他的名字 比較年輕的 李澤 當初我在網上看到了的影片 我覺得就表示體制 感覺到挺敬佩的 很年輕啊 他本身是體制內的 一個央視的記者 他能夠跑到武漢去 他開車 開車去 他就是想跟大家 看一看當時真實的情況 對我覺得還蠻令人敬佩的 後來就沒有他的消息了 好像據說也是被抓了 就是後續的情況 其實我個人還蠻想知道 蠻關心的說他們的結局會怎麼樣呢 就目前是不是安全呢 李澤華吧 那個人叫李澤華 對 他是個央企 就是說他們這些人呢 他目前來講的話 就我所知呢 目前李澤華他還是安全的了 就是說他呢 因為他就是針對這個事件 本身這個武漢事件 而且他也是失去一段時間自由 那我相信呢 政府呢我相信 中國的經營階層吧 管理階層 他們還是有些人呢 他們是 還是有些人心存散念的 我們相信這個 他們呢我相信呢 他們在李澤華這世界 並沒有才去 因為李澤華他退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也沒有跟他 個人造成更大的困擾 但其他東西 但我們至少知道張展這些人 對吧 他還在遇著絕世 對不對 包括他各個在傳出信息 都擔心他可能過不了 走不出這個監獄 所以呢就是說呢 你看 對於這些堅持這種 堅持的人呢 中共這種打壓呢 還是很厲害的 還是不留情願的了 對吧 這一點的話呢 我們要注意到這一點 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採訪的信息 網站的信息呢 其實來講的話呢 當然網站就是說 已經有很多公開資料了 其實我想講我們出現的個例 其實我想把那個 video發給你看一下 其實就是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留學生啊 大概才十幾歲吧 十五六歲的一個小朋友啊 他也過來看了這個電影啊 他看完之後呢 他就說呢 他很震撼 基本上他這種震撼的樣子 整個身心啊 整個那個思想 各方面的震撼 這種什麼震撼呢 他說呢 當 他用 因為他用這種角度 就是以我們 當然我們這種 屬於少數的不同政見者吧 或者是 或者就是這種 一種真實的這個角度 去看待中國的時候呢 他突然發現呢 中國呢 和他以前 在他 十幾年前 就十五年 整個所積累的這種經驗呢 是個完全不同的中國 然後呢 他自己有種感覺 我的人生從此會改變 因為我看到不同的東西 他很感謝 他又很 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呢 讓他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呢 能看到這一點 其實呢 我相信呢 就是說呢 其實呢 因為 這其實來講的話呢 對我來講的話呢 我認為這是一種 也是一種開悟 對吧 也從佛教來講 也是一種頓目 一件事來講的話 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 嗯 當一個人呢 不管怎麼樣吧 他處於一種恐懼 這種 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 這是一種西方科學研究 研究出來的一種 一種結構 當一個人出一種資訊 避 分閉的一個空間 第二呢 還有一個呢 他的心態 出一種恐懼的 就包括我們那個 小朋友在讀書的話呢 都會 老師都會講 對吧 一種恐懼 恐懼和分閉 它會影響一個個人的智慧 影響個人智慧的發展 對吧 對吧 你要知道呢 當恐懼和分閉 在一個國家 影響那麼 在那麼多人身上發展的時候呢 它就會影響整個中國人 或中國 我們叫中華民族也好 漢族也好 這個群體 人 人體的智慧 和他們的發展 這不是一個 猜想 這是一個科學的一個結論 對吧 當一個個體 他沒有智慧的話 你怎麼可能期望他 這個群體有智慧 當這個群體沒有智慧的時候呢 他們 能帶給這個世界的是什麼呢 不會有科技 不會有發明 不會有創造 更不可能有和平 所以的話呢 很不幸 很不幸呢 包括我生活在加拿大吧 對吧 加拿大人歲月經 他不像我們這人呢 我們雖然說生活在這種 比較平和自由的環境呢 我們深深的會感受到這個世界 這種危機 這種災難 隨時隨刻 對吧 都會再會產生 所以呢 我希望呢 無論呢 包括像我們這樣的人也好呢 另外呢 做一種海外的華人 對吧 他們很多在講的話 他們 包括近期出來的很多朋友 這些華人呢 包括我住的這個社區 對吧 以前沒有什麼華人的呢 現在華人很多了 嗯 他們都 過來以後呢 很多人都是為了小孩子 為了教育 對吧 要躲避 要逃避那裡 對吧 你們逃得了吧 對吧 雖然拉開了距離 但這個災難 隨時呢 會逗你身上來的 你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清晰 當每個人去 鬥爭 每個人去 很簡單的 講真話 去表明自己的時候呢 不去在那活悉你 不去在那去讚美這種制度的時候呢 不去讚美這種 制造這種封閉 制造這種恐懼的人的時候呢 至少呢 你也保持個沉默吧 對吧 這樣的話呢 你才能把這種災難 未來這種災難的這種 發生的可能性呢 再減少 再減少 對吧 所以呢這下呢 就是我呢 就是參與整個世界的一種 個人的一種體會吧 包括其實來講的話呢 嗯 我們是講的個人修煉 包括我們 你看我也認識很多法輪功的朋友 對吧 其實來講的話 嗯 那以前呢 我對這些東西不是很了解啊 就覺得 這是一個 什麼 就像用共產黨的一種思維方式 思維比較偏 去思考這問題 其實 其實我想忠告一下特別一些信賴的朋友 包括 順治這種海外一些大V對吧 嗯 你首先要搞清楚啊 我們任何一個人來到這個西方的社會 大家都是一種自由 一個自由選擇的一種結果 沒有一個槍 沒有一種暴力 去強迫這些人呢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去認知這個世界 對吧 那這種情況下呢 你怎麼還能用 你以前在中國 用共產黨給你的知識 邏輯呢 去思考 這裡發生了一個問題 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嗯 對吧 至少來講的話 你開始用一種正常的一種理性 一種 一種邏輯去思考問題 嗯 所有的東西都很簡單很清楚 對 對不對 是吧 所以呢 嗯 每個人呢 都用不同的方式努力 讓這個自己的生活 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 共產黨給我們交流的思維呢 基本上就是一種貼標籤 一種標籤 嗯 用一種標籤呢 去討論細節 不去為整個世界呢 用一種邏輯 一種常識的方式去思考問題 去辨別一些事 辨別一個人 或 一群人 這其實來講的話呢 是很不幸啊 它是他們個人的不幸 因為你不要認為你很辛苦的工作 你就有智慧了 你努力的工作你很智慧了 我呢 學了很多技能 我們做醫生也好呢 我們做工程的時候你就有智慧了 不是不是 智慧不是這樣 智慧是從你理性思維 你去獨立思維 你用常識和邏輯去看這個世界 開始的 我們總結一下就是 剛才余先生講過了 那來到海外十年二十年 才能轉變成為一個正常的思維 因為之前是在中共的教育和體制下 那人的思想啊 思維是不正常的 那也希望大家現在目前 無論是走線還是潤出來的朋友啊 真的能夠思考一下余先生所講的這句話 你也是精心的去觀察看一看 那你所處的西方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人的正常的思維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真的不要你抱著你中共的那一套 的那個教育 完全是激情的教育來看待這個世界啊 我能不能再多講一句話啊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在這 我們搞民主黨也好 包括在這民主黨的話呢 我們在也在講這個東西 其實任何一個人所謂的正常思維啊 其實不難的 你不用去到圖書館去 你呢 如果有小孩子 你從他們身上去學習 對 這一天你就看到了 我這一點我非常非常地贊同 因為小孩子呢 他就一下子融入這個社會 然後接受教育的時候呢 他的思維是正常的慢慢形成 就是在那個環境內形成的 所以他小孩子所接受到的 你說的對 真的就是這個社會正常的思維 他會糾正你 你這樣是不對的 小孩子會糾正你 你這個想法是在西方社會是不正常的 對 那還有另外一點就講到了那個 武漢封城這個紀錄片 也希望大家真的有機會能去看一看 我是看了介紹都覺得蠻震撼的 那而且因為這部紀錄片 那曾經在中國大陸封控期間發生的事情 我們怎麼樣能夠吸取教訓 不讓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那接觸這段歷史的同時 我們希望吸取教訓 是不是 對還有呢就是這部紀錄片呢 也令我們就是對一些參與這個影片製作的 已經逃出來的 甚至還在獄中的參與人 就是直徑吧 對他們表示敬意 那我相信我們不夠 我們也希望呢 如果能有幸啊 能接觸到這些 或者是聽到我們聲音的這些朋友呢 能盡量去傳播 盡量去傳播 這個呢不是 不單單是為他們 也是為我們自己 不單單是為我們自己 也是為我們的孩子 為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整個這影片呢 他們是沒有就是版權 是希望大家廣傳的 是不是 對 歡迎 歡迎 請 請